歡迎大家回到第180集 《只要有電影》的第二節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訂閱 按鈴鐺 留言 讚好和分享 還有追蹤我本人 還有在Facebook專頁 《只要有電影》的Facebook專頁 我們可以作出更多的交流 講回今集的題目就是過時過節 我上一節也說過 這個電影引起了兩極的反應 為何會這樣呢 我覺得原因很有趣 起碼我有兩三個朋友 他看完這部電影跟我說過 我的家庭都是這樣的 我的家庭都是經常吵架 爸爸媽媽吵過不停 我都是很不喜歡我的家庭 但他們就說 但是吵架不是這樣吵架的 我在家庭的反應都不是這樣 他們就因為這樣 似乎覺得電影拍錯了 又描寫他沒有辦法接受 但在另一方面 正如我在上一節也說 導演剛剛相反 這個也是一個真事 這個真事就是個人的一手經驗 那你怎樣去討論他呢 當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Eden的角色是否代表了他 中間也不知道他有多少 再補充一些虛擬的圈驗 但也沒有所謂的 大家根據的事情 都是自己的一手經驗 都是自己的一些親身體驗 而竟然是同一個情況 產生了兩個的反應 那我自己怎樣看呢 我覺得不對的 其實兩邊都有問題 這個也很常見 我們經常看電影 我們覺得不合情理 看著怎麼這樣 又或者有沒有搞錯 經常會有這樣的反應 但可能導演也經常強調 或者編劇經常強調 這戲是根據真實的案件 或者真實的新聞報道 甚至是我的朋友 我自己正確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怎樣去挑戰我 怎樣能夠說這件事不合情理 而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經常說的就是在真實生活中 生命中可以發生無奇不有的故事 我們沒辦法想像到的 都可以發生 是否因為這樣 我們只要把現實 照版主碗搬上銀幕 放進去的故事 那就可以解釋到 或者可以堵塞到 觀眾所謂產生的那種不合情理 或者覺得不信服 不被convinced的缺點 為什麼我說兩件事都不合情理 就是真實和電影和創作 無論是文學也好 舞台劇也好 或者是電視電影也好 因為這些都是牽涉到drama的 是不一樣的 如果作為一個創作者 很多東西都是真實 尤其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便搬上去 那我便是無敵 我便不需要解釋一切 甚至不需要為這個故事 或人物的行為 去做一個解釋 做一個補充 我覺得這是不通的 如果是這樣 那你不如拍紀錄片 如果你看紀錄片 可以聲明是一個re-enactment 都可以 事實上很多紀錄片 亦都是stranger than fiction 但因為我們知道 它是一個紀錄片 所以我們真的不會爭辯 但即使在紀錄片 拍攝這個stranger than fiction 故事的時候 其實它都有一個目的 就是它是try to understand 它好像帶領著觀眾 因為它都覺得 那個紀錄片工作者 都可能覺得 真的匪夷所思 很離奇 因為這個離奇 就造成了故事的dramatic部分 的戲劇性 所以其實它拍攝這個戲 就是帶領觀眾 嘗試去理解 抽絲剝繭 來龍去脈 或者它背後有什麼 或者放置在某一個語境 的 context 裡面 去企圖 令到我們去理解 了解 為什麼會出現一些 這麼離奇的東西 這麼離譜的東西 就是這樣 同樣 如果你作為一個戲劇 其實你都需要一個這樣的方法 你不能夠推出一些東西 然後就說 because this is real 因為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你不需要作出任何懷疑 或者抱有任何疑問 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 而Exactly 我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一個電影裡面 或一個藝術作品裡面 一定是有一個框架的 一定有一個frame 或者是一個timeline 一個frame line 無論它是一個小說也好 舞台劇也好 就算是一幅畫 一個音樂 全部都是有一個限制 一個時限 它可以很長都可以 一個十小時的電影都可以 或者你作為一個劇集 甚至以前TVB的drama 去到一百多集都可以 但是你都不能夠不完 幾年都可以 有些soap opera 例如說外國soap opera 十年都可以 但是它每一集都是有一個框架 所以這個框架下 即使是一個紀錄片 它一定是要求我們 要作出一些山材 或者作出一些組織 這個組織成為這個戲的結構 而這個結構的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結構的目的是一種推斷 是一種有層次 的安排 而帶領我們去某一些結論 或者無論它是呈現 想呈現一個主題 提出一些疑問 又或者是 去營造某種氛圍 去反映時代 無論是以前或是今天 的某些現狀 某些現況 這些都是需要的 是必須的 而且在這個戲裡面的人物 你可以告訴我它是無動機 但這個無動機 你要說得很清楚 因為無動機 其實都是一種動機 只要我們理解不到 又或者它 它的性格 所有的東西 是這樣的 或者在那個 context 在整個氛圍之下 它就做了一些很直覺的一些事情 但這個很直覺 其實不是完全無動機 因為我們人的直覺 其實是我們的經驗的 sum total 因為累積了這些經驗 所以有時候 包括我們的性格 所以有時候 是一種reflex action 一種直接的反應 這就是所謂的直覺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都需要 都需要一些 hint 你不需要完全解釋 因為這個世界 坦白說 就算人物本身 都沒有一個必要 是要完全清清楚楚 逐條是解釋得到的 但是你有 hint 你要讓我們 嘗試一些線索 是掌握得到 否則我們真的 一樣東西都不了解 都不理解 所以無論觀眾也好 評論者也好 創作者也好 都不能夠用一句說話 就是這件事我親身經歷過 這件事就等於 我家裡也是這樣 我個人也有這樣的經驗 但我的反應不是 你的反應不是 那導演的反應也是 導演就說 你怎麼搏我 其實大家是無法爭辯的 但在另外一個觀眾來說 他完全說 搞什麼 那便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 創作者本身 他也是欠缺了 令到我們理解到某些事情 的一個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在這件事 在過時過節裏面 其實就是出現了這個問題 就是整個戲 由頭到尾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是理解不到的 我們有這個疑問 而一場戲 接著另一場戲 或者接著另一段戲 這些疑問 一直累積下去 到最後我們就會 可能真的會產生一種抗拒 但是你也說 為什麼有些人說好看 我也看過一些 例如Facebook 我不認識的人 也有 他們的文字 也有說 是的 家裡也是這樣 個個家也是這樣 很多家都是這樣 他就覺得很誇張 同樣這件事也是 總之 換句話說 我們真的不能夠 純粹是以我們個人的經驗 去作為衡量一部作品的成績 我今天死了父親 我去看一部電影 他又說他死了父親 甚至他可能死了家人 這件事真是很能夠觸動我 我剛剛跟女朋友 一個很大的決裂 我剛剛離婚 去看一部說失戀的電影 說一部失婚的電影 我又有很大的共鳴 但是這個共鳴是純粹是因為 這麼巧合 戲裡面的經驗 和我的經驗 是可以切合到的 所以就引起我很大的情緒 的反應 的共鳴 但是這個共鳴 不表示在 再擴大到一個觀眾 比較大的範圍的層次裡面 個都無動於衷 所以這件事我們要很小心 好了 我們接著就可以去examine 戲是出了 問題出了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是 到第二次看的時候 我就比較明白 其實他是在寫家庭 當然這個家庭是一個 就算你說有多少是 普遍性都好 當然每個家庭 一定有很多衝突 只不過有些家庭的衝突 從來未提升到一個 很爆裂的階段 或者很缺烈的階段 偶然有些事件是這樣 但未去到整個家庭就散了 或者這樣 或者那個院隊 是可以八年來 都沒有辦法消離 也有很多家庭是這樣 但是 我覺得 現在導演選這個家庭 我當不是這個導演本身的家庭 其實是一個相當 例外的一個家庭 可以的 不是不行的 我們可以描寫一些事情 尤其是戲劇性 當然是很例外的 殺人 殺人 到處都殺人 不是 這是很例外的殺人事件 但是這個 例外 就是 我們看不到 或者他呈現這個例外 這麼例外 這麼特別的家庭的時候 他沒有再 他沒有再給我們一些複雜性 而就是 完全是斟酌在一個項目 一個層面 我們所謂的 一個單一層面上 這就是 原來整個家庭 在不同的程度上 我覺得 尤其是看第二次的時候 都是一個有偏執狂的家庭 偏執狂的意思就是 大家看東西 不知為何 很窄的 而且純粹是以自我為中心 很著重自己喜歡不喜歡 很著重自己的意志是這樣 自己的性格是這樣 自己的要求是這樣 他將這個要求 是加諸在 這個家庭其他成員身上高 當其他成員 不是按照他的pattern 或者這個模式去做的時候 他就開始產生衝突 而且那個反撥 是去到很強烈 那我就覺得 一個這樣的家庭 真是難搞 也都 那個結晶在哪裡 那戲其實沒有說到 他有表現出來 他沒有特別指出 甚至為什麼不指出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 一個導演或一個編劇的立場 電影本身的立場 其實他也有了傾斜 其實第一場戲 為什麼之所以難頂呢 其實是無順坤這個人物 是很難頂的 因為他在兒女面前 當然這個不是第一次的 理應 應該已經成為一種上態 所以可能Edan才能忍受到 所以謝君豪 才一直用一個沉默 其實他很生氣 不過他按住自己 一直用一個沉默 去作為他的反應 而這個 譚善賢 就用一個逃避 故意塞住耳朵 當聽不到 扮聽不到 這件事後來 其實有指出的 謝君豪有指出 他們扮聽不到 其實跟謝君豪一樣 因為謝君豪也是扮聽不到 不過他沒有了耳機 這不是第一次 但是給觀眾看 起碼是第一次 而他去到一個程度上 是無理由的 而且起碼在兩個兒女面前 他對謝君豪的尊嚴摧毀 可以是百分之一百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他們可以維持婚姻這麼久 起碼是十幾二十年 因為Edan當時是十八歲 因為譚善賢應該是他的姐姐 起碼是十九歲或二十歲 這個關係至碼是二十年 起碼是二十年 當然我們估計 是說起碼是很恩愛 但是為什麼會轉變成這樣 為什麼起碼這件事 無信規不會發出來 是到現在才發出來 是否純粹是因為 謝君豪經濟開始出現問題 沒有上班 即是被解僱了 即使是這樣 為什麼會突然爆到這樣 而他決定要離婚 再看一層 其實問題是重心一層 就是原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整個家庭的結晶 最大的聚灰禍首 其實是馮素波 原來馮素波好像是 正如無信規一模一樣 無信規一模 無信規一模 他便開始罵 那些菜又不對 這個又不對 這個又要 譚善賢又差 又學不到 個個都罵 然後甚至在無信規面前 罵梁祖堯 當然最後的衝突 是 我怕你偷錢 然後不斷在梁祖堯面前 就是辱麻她的老婆 甚至你走也在所不惜 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覺得這個 其實是一種很極端的 Cynicism 一種犬儒的態度 Cynicism很難翻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犬儒 我覺得犬儒可能是一個 所以其實他比起英文本身的 Cynicism 這個 其實他的程度 是減輕了很多 所謂真正的Cynicism 其實是很討厭的 就是他各種東西都不對 各種東西他都可以挑剔 各種東西他都可以冷嘲熱諷 這個態度是基於什麼 就是基於那個人的性格 就是他覺得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自我中心 他是以自己的一套標準 甚至那個標準 是一個很高的標準 是去量度周圍的事物 其實最近我覺得有一套 港產片 其實我不喜歡他的地方 就是他用了一種 Cynicism 一種Cynical的態度 去處理他所有的人物和劇情 那我就要問 你有什麼資格先 為什麼我要去看一部戲 他是在抨擊中 甚至是敲問中 敲打中 每一個人物 每一件事件 每一個制度 每一件事 回來在過時 過節中 無論是馮素波也好 或者是無信坤也好 他都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很有趣的 戲似乎 從頭到尾都沒有特別去指責這兩個人物 甚至通過Eden 其實大家都受不了 對無信坤 但不知為何Eden一開始 似乎都跟無信坤 因為拿刀被刮 這些衝突 他更加對這個父親 出現了反感 而他指責這個父親 說 你何時盡過做父親的責任 這句指責是 out of nowhere 戲也沒有交代 他們之前 到底父子的關係是怎樣 甚至於謝君豪 一個這麼隱瞞的人物 他採取一個退一步 當然去不了海闊天空 但他是用一個退一步的態度 去應付整個情況 但他一發脾氣上來 更厲害 因為他拿起把刀 雖然他不是斬毛順坤 而到最後那一場 他好像一路退 他處心積累之後 他的計劃就是 我終於做了的士司機 似乎跟他原本的 工程師的地位當然相隔了 一大部分 但他這八年來很辛苦 做司機儲錢 終於公園層樓 因為公園層樓 他有了六十萬 他決定拿了二十萬 他自己走上去佛山 和朋友再開一間公司 甚至希望脫離這個關係 所以他就向毛順坤 提出離婚 再次提出離婚 他用一個很安定 甚至是退一步的態度 去應對整個情況 但很有趣 當他決定這樣 其實是有轉機的 因為毛順坤已經馬上軟了 整個人好像被打敗了的 沒有雞一樣 即是哭呀哭呀 即是這樣 甚至第二天 那個態度都軟化得很厲害 而是有一種哀求 即是你怎樣也好 你吃這頓飯 我叫兒子回來 我們先吃這頓飯 即是這樣 但在這個時刻 謝君豪又是硬勁到不得了 堅決不肯去 不肯去吃這頓飯 而當他知道 Edan都不去吃這頓飯的時候 因為他們看著Edan的車 即是他特意不知為何 就是撐住 看看Edan到底是否來的 到Edan其實開車 真的有心想去吃這頓飯 但不知為何臨時又改變主意 又回頭 謝君豪又截著他 現在截著他 他的態度是 他動手 不斷拉Edan下來 然後兩父子又要打起來 這個動手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何突然又變得很火爆 其實這個戲 在每一次的關鍵位 他都有一些 主角的行為 是我們無法在戲裏 找到一個線索 去解釋得到或理解得到的 情況就等於Edan的整個人物 當然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這次的衝突 令到他產生很大的反撥 對父親有一個很大的反感 但他就說這八年 這八年他做了些什麼 原來他又 這裡睡著那裡睡著 有時候又去同學家 但竟然他又可以去 美國讀碩士 在香港讀完大學之後 再去美國讀碩士 他去美國讀碩士 我當他很厲害 我當他考到獎學金 跟著他所有的學業 甚至讀大學 都不用錢也好 但他去美國讀完兩年之後 到底這些經驗 有沒有改變到一個人 我又覺得 我會提出一個疑問 尤其是這一段 是他成長的經驗 他好像很獨立 但他又去到美國 美國又是另一種生活 他讀的也是IT 但回來後 他依然保持著同一的憤怒 這個憤怒是他由頭到尾 都是這麼憤怒 甚至是有些憤世的憤怒 意思是 總之任何事情 他都看不過眼 任何事情 他都接受不了 特別是提到他爸爸 你不要提 他對他的老友 Anson Lo 角色叫小鳥 對他的老友就是這樣 而且對他的老友 不斷發脾氣 Anson Lo真的很慘 這麼多戲 他都被他罵 但不知為何 Anson Lo 是否因為大叔的愛 好 就是這樣 整天就是 但又仍然成為他 一個很親愛的伴侶 最離譜的一次 就是 他們因為 做了一個 metaverse的遊戲 就去找老闆 找人支持 有一次去一個酒吧 假設那個人 是一個很能力的財務員 但只不過那個財務員 覺得 我不買這件事 不過他似乎看到 有些能力 他說我可以考慮 但在那個時刻 Edan就反面 走了出來 為何你要當這件事是商業 因為我做這件事出來 其實是想幫人 我覺得很離譜 為何會有一個落差 對這件事件的看法 而回去 接著 Edan不斷的憤怒 甚至有一次 他憤怒到 他自己試驗這個遊戲 其實這個遊戲是不通的 完全不通的 Anyway 竟然 當他面前面對 這個metaverse 一個虛擬人物就是他父親 但那次回去 連那個虛擬人物都不在 然後用畫的音 他扔東西下去 扔爛了玻璃 甚至有人在電梯上 打電梯門 我覺得這個人的憤怒 在哪裡 這個憤怒 為何積聚了八年之後 他依然如此憤怒 這個戲 我覺得 是一個最大的癥結 其實還有些事情 我也想說的 想補充的 我們留到第二集 我們再補充一些事情